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爆浆西瓜糖吗 竟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一颗钻石西瓜球 闪闪发光的超好看 真的太神奇了 我将西瓜糖里竟然能抽到水滴西瓜 这水滴西瓜站起来就抽之前 我又回到抽的 我现在准备同盘了 马上再来 搞事了 西瓜糖给你们买回来 我这一个好贵啊 竟然要40块钱 但是看起来就很好吃 让我先来浅尝一个小西瓜 里面竟然是蛋糕色的 好像一颗小鸡蛋啊 捏起来还飘飘胖胖呢 为啥我们咱是清理脑袋的呀 尝一下就知道了 嗯 好好吃哦 你们还有红色的西瓜味夹心呢 那现在咱们赶紧开始熟到吧 就从最上面的开始拿吧 西瓜里面是水滴西瓜 嗯 没想到里面是普通的西瓜软糖 再来一颗 OK 又是普通的 这次咱们一连拆两个 你们觉得水滴西瓜会在哪个里面呢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今天我们的手机怎么这么败 我快吃完了 你也没有发现水滴西瓜呀 再来试 最后一个 我就不信 这里面还不是 不是 网上的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我手都买糖了 也没有找到 那我来试试呗 所以我刚才你们说 这水滴西瓜到底好不好抽啊 先来一个试试呗 准开 是软糖 再来一个 又是软糖了 咋回事啊 咋全是软糖的 妈呀 这糖也太难开了 连手都疼了 再接再离开 这包里能不能抽到啊 我都不想再开了 我手都太肿了 这个比较厉害 说不定你能想象时代 准时刻人 说不算吧 普通的西瓜软糖 再来一个 我到现在也没有抽到了 你都已经拆空了 不会今天要不要拆抱吧 难道网上那个视频是骗人的 啊 这上脸子了 可是我到现在也没看到水滴小西瓜 两个是在这两颗里面 要是这两颗里面都没有 那可都是真没有了 让我来把它给挤爆掉 这也是软糖 现在就只剩最后一颗了 小伙伴们给我点下赞赞赞了 哦 再不一颗也没有 看来我们被坑了 我都开出了这么多软糖 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不如咱们把它给融化掉 做成一个大西瓜吧 这个注意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吃软糖蛋糕了 吃味 加水 下锅咯 现在就进去要等待着爆炭火融化吧 回来啊 融化之后好香火茶美西 就是这个脸子还太烫了 看来咱们只能凉一回再来吃了 那么不去小伴们吧 走呗 这是什么呀 好香啊 这怎么还有两个小西瓜呀 这里面好像是好吃的呀 里面全是个软糖 咦 这是什么呀 怎么有个小西瓜 这个小西瓜是正体吗 再来猜一下另外一个 我看这个西瓜怎么带钻啊 这个应该值不少钱吧 看起来好好看啊 还进一踢脱了呢 哇 这怎么这么有雪糕啊 过去 这还有多雪糕呢 难不懂也是有七五大八九九了吗 这个钻盘是谁啊 这里有十款暗藏在冰箱里的雪糕刺客 每一款的价格都不一样 今天咱们就要来玩猜雪糕价格的游戏 所有的雪糕价格都已经藏在了钻盘里 猜对价格即可获得和价格相同机会的奖励哦 好吃又好玩 赶紧开始吧 看雪糕价格 这也不简单吧 那我先来猜个最简单的墨鲁吧 那我先来猜出 我被你们常见的可爱 都夹在那里面 墨鲁的价格不可太说一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的价格不是十块 就是十二 让我来打算的尝一下 我全身的锅马的巧克力酱 咬一口 嗯 满满的全是巧克力 接下来让我来看看 我猜的价格到底对不对 看墨鲁在这里呢 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你已经被我猜对了 当时我只吃过那种 蛋筒口味的可爱多 这种扎心冰鲁版 我还都还没吃饿呢 吃开 小蛋糕的奥鲁啊 哎不对 这上面一门是皮卡丘吗 这皮卡丘 它长得有点惊悚呢 它拿出来 背面还没有一个小动物呢 哎呦 我来看看 这么口上一包奥鲁呀 然后来尝一尝 嗯 松松软软的好好吃啊 真的像是冰淇淋版的奥鲁啊 太太美味了 嗯 我忙猜一下它的价格 应该差不多是六块钱吧 造型这么可爱 比普通的可爱多贵个两块钱 也说得过气吧 这两个肯定在了十拿紧稳啊 来看看它的价格 我去啊 都是哪我没看错的啊 这几个竟然要十三块九啊 这也太贵了吧 比我的木耳还要贵 这下我得好好想啊 选个 第二个鱼鲁鲁 这个的价格 我心里差不多有数 那我就选这个 里面是小光鲁的吧 先来看我的第二个鱼鲁鲁 哦 真的是一块钱啊 中间价格好像是买了巧克力 还在尝一口 嗯 外面是条酥酥脆脆的 真不错 里面的巧克力块也很好吃啊 感觉它的功力好像挺复杂的 所以我猜的价格 应该是在8块到10块之间 来看我猜的对不对 啊 小块钱啊 还真得我给猜猜了 这个叫什么 迷你小克力味冰淇淋 还是爱心形状的啊 哦 一带里面有好几包呢 哦 真的是一个迷你的小爱心啊 但是这个一口就能吃掉了吧 这一带里有六个 那我就盲猜 六块钱吧 都打脸了 脸又十二分半 可以确定了 这个放冰桂里 他也能够给刺赶 这回我要来猜猜的 第一个 那我就来猜这个 你个八角 这冰档葫芦 那也不会跟我平时说的那种 冰档葫芦一样呢 还是草莓味的 看了一下配料表 里面真的有草莓啊 赶紧来撕开 哦 我去 撕开真的是冰档葫芦啊 哎呀 它不是含草莓吗 这这怎么都是山楂了 来浅尝一口 哦 原来是这山楂里包着草莓馅啊 就是这吃起来一股冰茶的味儿 还没有我平时吃的冰档葫芦好吃 我猜 六七块钱肯定没有 六啊 咱就不值这个价 来瞅瞅 啊 九块九 妈呀 我算是精彩了呀 这也太费了吧 来吧 让我看一下这山顶巴椒 这么大的袋 里面应该是一个超大的雪糕吧 这是死海蜜香蕉啊 它整成这个样的 这个外观 可真是不许描述了 就算是打结了香蕉 这鞋打得也太奇怪了吧 我刚才浅尝一下 这个味道 全太甜了吗 这可不就是香蕉牛奶送人冰块了吗 我盲酸啊 这个也就是一个四五块钱了 哈哈哈哈 这个女王香蕉 竟然有八百八 这我这还不如买个香蕉牛奶 回来瞪着喝呢 我怎么这么会 以后还是让我的规律请我出来 接下来我才是我最近最受争议的 吃中高 那我就来这个芒果小丁吧 小伙伴们 尤其是馋这个好酒了 不如说真的 叉叉这个包装啊 还真的让人没啥食欲呢 这一定要看 大家都在吐槽它 让我来试试啊 它到底是什么神仙味的 这长得也挺其貌不扬的呢 这润才貌 还没有咱之前吃的钓鱼烧好看呢 来一口 嗯 这味道怎么有点奇怪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牛奶的味道太香濃了 还是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就是感觉吧 有一股习惯的香味 我这都不敢吃了 不过它这个价格 我还是大概知道点的 普通款的都是十几块钱 不普通款的都是一百来块钱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13块到15块之间 请看一下价格 果然没出所料 就是13块钱 在这个中小高 一点宣量都没有 大家来看我的芒果小丁吧 这个小盒子还真是精致呢 好像一个迷你的小饭盒啊 我看啊 怎么上面还有什么保护膜啊 嗯 我点奶酱奶酱 来一口 嗯 好钱啊这个雪糕 咋言把我人都给你也没了 我对它呀印象是不大好的 虽然这个雪糕很小 但是它的包装很精致啊 我猜啊 它大概得要个七八块钱吧 嗯 哎呃 三个七 嗯 我感觉我的心脏已经被刺中了 现在还剩最多两个 我的这个是 对头尾雪糕 我的是梦文的香脏坚果 这个白刀味的小哥 看起来笨笨嫩嫩嫩的 感觉也很好吃啊 嗯 这这这颜值实在是有点磕声了吧 咋还长得方黄正正的呢 来一块粉一块的 这是混色不均匀吗 让我来一口 嗯 味道还是不错的 香香甜甜的 还不会太腻 结果这看起来也忒普通了吧 价格嘛 我觉得差不多 六块钱吧 这合照的梦文物 还是第一次见着的 感觉跟哈根达斯有一点像 这价格 该不会贵到离谱吗 看 里面竟然还是金色呢 果然很高贵啊 现在搞得我是更不敢猜的 试看 里面都是巧克力啊 还有肉眼可见的坚果啊 这要是没个二三十 你们买不回来吧 虽然这个包装是很高级 但是我尝了一下味道 跟袋装的也没啥区别呀 我盲在这个价格 应该20块钱左右吧 现在是这五材货的价格 九块五 这个自然这么贵 那我算了更多梦龙的价格 十六块钱 居然比我猜的 还有便宜一点 那也算便宜啊 小伙伴们 今天这些小货 你都学这个价格吗 以后去买冰棍 还敢随便乱拿吗